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 我們已經進入去上年期的第十七柱日 在我前面也用了木器承托著這個面餅 每次我們看這個形態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成性體、成性血的奧積 我們追溯《讓望福音》裏面告訴別人 我們要領受的這個性體 當時的猶太人都會問 馬納其實是甚麼來的 馬納怎麼會再在以色列人的中間 他們會記得的 甚至放在結約之櫃裏面 接著聖經的根據 他們會藏回他們能夠收得到的馬納 當然馬納說能夠吃下去的時間回味無窮 因為未來是我們記憶的一個追蹤 而這些人他們是滿足不到的時間 他們都想要有這個肉食 天主也能夠給他們喝的鵪鶉 其他一些 可以說是提供到 每天都有這個生命的麵包 而這個最好的一個寓意 就是 日用之糧是天上的馬納 天上的馬納 對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會覺得這樣是真而識之 另外我們會覺得這些東西都可以 每天都有 每天都是生命的麵包 怎麼能吃得厭 我們要領受的主耶穌這個性體 我們會不會感濃到厭呢 正如德蘭修女會說 每一次的麵包 這就是我最珍惜的 最寶貴的一台的麵包 因為我能夠令到主耶穌 而每一台的麵包 可以說是最後的一台的麵包 就是我們能夠得到 天主要給我們這份的滋養 我們有時候都會這樣說 要領受主耶穌這個生命之良的時間 我們到了天上 會不會我們再需要有這份 可以吃得到的東西 我們還需要吃這個生命之良 如果我們說能夠在我們將來 天主都用很多啟示 告訴我們 肥金的聖宴 將會放的滿台都是高興的 在這個飲宴裡面 我們能夠得到享見天主 我相信天堂上不需要爭論 我們吃什麼穿什麼 或者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而是真正我們有耶穌養活我們的 每一日的食糧 我們更加需要能夠維持我們的生命 維持我們的生命 可以接受到天主的生命的說話 這是奇妙蒙窮的 所以將來我們說 我們能夠領受主耶穌 因為我們和他已經在分享天主的生命 這是重要的 讓我們能夠繼續下去 每一次珍惜那台的彌撒 那台的食糧 天主會給我們 是養活我們靈魂的生命 我們在將來 我們都能夠和天主一起配合 分享他的永遠生命 然天主祝福大家